现在的先知恩赐是什么样子呢 要怎么样确定自己有先知的恩赐呢 好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一个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如果你喜欢诚心之光的节目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也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们 再按下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议题是关于 先知恩赐和先知的预言 诚心之光的圣经难题系列中 有三级先知的探讨 控目师对于旧约中先知的功能 大小先知的地位和真假先知的辨别 有非常深入的探讨 欢迎弟兄姐妹们观看 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 关于先知的探讨 不管在网路上还是在教会界里面 对于先知的预言 其实是很感兴趣的 有教导因为他比较神秘 那我们其实在之前的系列里面 已经有讨论过 今天圣经已经成书 是不是还有真正的先知存在 那我们希望在今天这个讨论里面 有个延伸性的讨论 圣经成书以后 如果还有这个先知的恩赐 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我想从你刚刚的问题里面 第一个我们要去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一个叫做先知的职份 就是有没有先知这样子的一个职份的安排 第二个是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里面讲 叫做先知的恩赐 这两个其实我们要稍微了解 有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这一个先知的恩赐的人 不一定就是指向旧约那样子 有先知职份的人 那不一样 一个是恩赐 一个是职份嘛 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关系弄清楚的话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先知的出现 是神主动的选招 我们从旧约的律法书里面 你可以看见 神原先设立的 有一个体系叫做祭司的体系 以后立位人来服侍祭司 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分别出来的这一群人 那么后来从律法书的里面的一些规定 也发现有君王的设置 那我们终观整个旧约 你会发现 什么时候先知出现的这个频率最高 就是原先神所设定的这个君王跟先知 都偏离他们的职份 没有认真的去做他们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神就特别选招一群人出来 这群人被称为先知 他们领受耶和华 给他们直接的启示跟带领 然后他们向当代的人说话 那是当时先知的一个位分 到了新约时代 我们也看见雅加布 是一个说预言的一个先知 有这样子的仍然存在 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尊重 或者说我们顺服神主权的彰显 神可以选招一些人 扮演先知的这样子的一个职份 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 从旧约到先约都有一个特征 就是有神选招的真先知 也有一些自称自己是先知的假先知 为此我们就需要有辨别的标准 在旧约的时候你不认从以赛亚初 从耶利米书都给我们看见 真假先知的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是你有没有奉神的差遣吗 神在耶利米书里面讲说 那些人自称是先知 我没有差遣他们 他们奉我的名说话 我没有告诉他们 而这个一个标准就是 你的这一个职份 到底是神给你的 还是你给你自己的 你自己自称自己是先知的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辨别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去明白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 所以你如果讲先知的职份 那么在今天还有没有 我们不能说没有 但是我们就回过头去看 原来在旧约先知是做什么的 我们发现先知 我们一般来讲先知先知 这你给别人先知到嘛 所以大概都是讲一些将来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把旧约大小先知书 十七卷书 把它整体的来观察 或者来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 先知在旧约那个时代 他扮演的功能 绝大部分 我们有人去统计过 在先知书里面 百分之八十的都是指责 纠正当时以色列人在 生活跟信仰上面的脱节 那么先知叫他们归毁 回到神的面前 回到神与他们 立约的律法的这个规定里面去 这是先知的一个主要功能 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左右 是在讲预言 那预言里面 我说也包括三个方面 一个是讲到 以色列这个民族 他们近期的 会遭遇到的事情 如果他们持续的 不听神的话 这个国家会被称管教 会亡国的 一个是讲到全人类的宗局 将来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耶和华的日子 那个时候的一个光景 那第三个方向讲在这个 以色列人的这一个 民族的这个 这个遭遇跟将来的宗局之间 神有一个特殊的安排 就是弥赛亚 所以当时先知的预言 主要包含这三个部分嘛 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讲 这种像是圣经成书以后 好像旧约的这一些先知 他们所说的被记录在下来 成为神的话的 这样子的先知 没有了 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备 今天不可能有一个人出来说 我是先知 神给我一个超越圣经 教导或者真理的一些启示 那我们直接可以认知 这就是假先知了 所以照牧师所讲的方式来看的话 今天的先知的职份 其实是不是去讲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对今天的人讲话 而且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讲 所以其实比较像牧师的一个指纹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 因为先知本身来讲 这种全人类需要知道的 真理的这一部分 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不会有超越这个 或者跟这个相反的 神有没有可能 兴起一些人 对于某一些个人 有一些先知性的一些语言 有可能 我们以前讲过 我说先知的出现 你从以色列人历史看 都是祭司跟君王都不执行了嘛 不听神的话了嘛 但是神爱以色列人 特别选招一群人来 呼唤神的选民要转回 今天有没有可能也有一些人 跟神的关系疏远 或者不清静 以至于不明白神的话 神用一些特殊的方式去帮助他 有这个可能 我们不能说绝对不可能 是不是会讲一些将来的事情 先知的功能里面 有一部分是在讲将来的事情 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但是圣经的查验是标准 那如果今天的 先知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的话 我怎么知道 我会有没有这样的恩赐呢 因为我讲 就算我讲预言 我按照圣经讲 我再讲预言 我也不知道那预言 会不会发生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 旧约的先知 有没有怀疑他自己是先知的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 哪个先知说我是不是先知 很清楚嘛 因为耶和华神跟他讲话嘛 他从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是很明确的 不会怀疑的说 我要问问你 我有没有先知 我是不是先知 或者我要到哪个地方去操练 操练之后出来说 我会变成先知 旧约从来没有啊 神选招这个人 这个人很清楚知道他的位分 在这恩赐上面 有些人就有一些 问号啦 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恩赐呢 所以今天比较大的混乱 或者说是不清楚的地方 是在恩赐上 而不是在职份上 职份上严格讲起来 只有真先知假先知 你如果不是从神选招的 你就是假先知 那再从恩赐上面 这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也可以去明白 哥林多前出十二章讲 圣灵随自己的意思 为的是建立教会 今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恩赐 其实不是从操练里面去得到 你其实是可以明白的 其实我觉得有些时候 在我们服事的过程中 也不是立刻知道 有什么样的恩赐啊 有一些带领敬拜的 他可能是随着一支敬拜 慢慢发现他有这个恩赐 并不是立刻知道 他可能只是看到一个有空缺 他就去补上去 然后才发现他有这个恩赐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吧 一些是你有没有这个恩赐 一些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恩赐 更有效充分的发挥 比如说我们各教会里面 我们有师班 你怎么样子去发现 一个弟兄或者姊妹 合不合适参加师班呢 那基本上你平常 弟兄怎么都会观察嘛 哦这个人唱歌 这个人对节奏有反应 这是基本的一个 从外观上就很容易了解 不需要你去查验半天嘛 大概不会有一个人说 我五音不全啊 谱也看不清楚啊 节拍也不对啊 然后我在想 我是不是有唱师的恩赐 所以我现在来操练操练 不会嘛 基本上都会有一个 根本上的一个 可以很辨别的方法 我们有的时候是 让他更有效的一个发挥 而不是说你没有 我操练完给你 你自己应该知道 你有没有这样 而你周围的人 也是一个很好辨别的一个标准 一个人言语的表达上面有一定的困难 逻辑上面有一样的困难 你大概不会去安排他做成人主义学老师吧 那讲了半天别人听不懂啊 那我们为什么会安排一个人做成人主义学老师呢 我们平常在团系的分享里面在观察 哦他的思路 他的对圣经的熟悉度 他的表达的方式 可以接受 这个是大家一看就知道的 所以对于一个恩赐 不是说是 我都不知道我有没有 我就来试试看 我想很明显啊 你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 大概不会有人叫我去 负责这个准备餐饮的工作嘛 因为很明显我没有这样的能力嘛 我做出来的饭没有人喜欢吃的 那我自己也会知道啊 我不会说我要不要去操练看看 我在教会的厨房 今天麻烦你们让我操练操练 我做出来的饭人都不愿意吃呢 你们忍耐一下 让我操练个三个月 说不定你们就可以吃了 不会有这种做法的嘛 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能力嘛 那牧师刚刚也提到这个保罗 保罗我们也知道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恩赐 还有职责的这些问题 我们可以知道在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 先知是排在很前面的 而且他特别著名说这个是造就教会的一个职份 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先知到底是一个恩赐还是一个职份 他其实讲的是这样子啊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要从整个解经的背景去看啊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 其实保罗主要在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有人错误的运用方言的恩赐 他在做纠正的工作 你如果很持平的去看这些 他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他讲出一个重点 就是说方言是为了造就自己 但是做先知讲道 就是预言啊 是为了造就教会 那么这边到底是把方言的恩赐跟预言的恩赐 孰众孰亲来比较呢 还是说是两个性质比较 一个是造就自己 预言是讲人听得懂的话 预言不是讲人听不懂的话 那方言是人听不懂的嘛 所以是这两个恩赐来比较 保罗在教会群体里面 讲人听得懂的话 跟讲人听不懂的话 讲人听得懂的话更重要 所以他后面也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进来 他听到你们都在讲方言 他以为你们癫狂了 他不信了 可是如果听到你们讲的是 人可以明白的话 那么他就可以被点名被知名 而且那边所讲的先知讲道 后面讲他有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什么 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嘛 他其实是把这两个恩赐 一个是造就自己 一个是造就教会 这两个拿出来对比 神的话是辨别的标准 神没有说 其都是说方言的 你就不要每个人都要说 圣灵谁自己意思给谁 你就说给谁嘛 神也没有说 我们都有先知的恩赐 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做 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呢 所以解释圣经 要全面的去看 不能够把一节经文抽出来 单独的来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那牧师 今天有人主张 教会的根基 是建立在 使徒跟先知的这个职份上面 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 这样的一个观念 嗯 这些年我想有一些教会 特别去标榜 使徒 我是使徒 我是先知 我是 末世的大先知 我是大使徒 这样子的教导 其实有很多事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明白啊 第一个你刚刚提到说 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这个根据 这句话其实在以弗所书 以弗所书里面第二章第二十节说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有基督耶稣自己为仿角石 其实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到底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还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仿角石上 到底是哪一个 其实这句话讲 教会怎么可能建立在使徒和先知这样 人的这种职份位分上 这边已经把那个根基跟后面的仿角石 其实就是一个同样的东西嘛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得更清楚 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 后面讲一句话 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 所以叫根基只有一个 就是耶稣基督 没有别的根基 那么这边明明讲 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干什么呢 那你就要看见 整个解经上面的重要原则 你回到有人讲 把这边的使徒和先知 当作是旧约跟先知的神的仆人情况来看 其实现在更清楚的圣经解经来讲 你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 彼得当时在哥尼六路家里面讲得很清楚 我们使徒和先知做什么工作 我们使徒和先知做耶稣基督 是复活的主的工作 因为你后面讲耶稣基督 是跟自己为仿角士 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仿角士 他凭什么 他如果是一个人 他凭什么做仿角士 他以复活的大能 显明他是神的儿子 他可以做根基了 那谁来证明他以复活的大能 在那个时代里面就是使徒嘛 还有这边的先知 不是指旧约的先知 当然也可以 扩展性的讲说 旧约的先知指向弥赛亚 那我们没有太大的意见 其实在当时有很多是 当时代的先知也在做这个工作 就是我在做耶稣基督 复活的见证的这个 所以使徒和先知的根基 指的是他们见证后面所讲 耶稣基督是仿角士 所以这边的经文的意思说 教会不是建立在 使徒和先知的职份 或者个人身上 教会是建立在当时 使徒和先知所见证的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身上 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 教会的根基就是仿角士 是耶稣基督 不是使徒和先知 这样子的位分 或者这样的人 使徒和先知最主要的功能 是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 他是弥赛亚 所以他可以成为根基 这样子就明白了 教会不可能建立在任何个人的身上 教会里面永远要记住一件事情 没有个人的宝座 今天我就听到有一些教会讲 我是末世大先知 我是大使徒 你是谁 我讲的算数 错 一天到晚再讲 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然后一天到晚我说了算 这个不是正确的 这种把人为的做法 搬进教会是错误的 你越是神所选招的 你越要谦卑 对不对 仆人领袖的原则 今天不要一天到晚讲 大使徒 大先知 大牧师 都是大 我们都是仆人 了解神选招我们 带着感恩的心 谦卑的心去服侍 神的教会 造就神的群羊 这是我们真正的责任 而不要在这样子使徒 先知这样的位分里面 搞得这样混淆 也追求的方向也错误 也不需要一天到晚 在那边吹捧 这是西方来的大牧师 这是西方来的大先知 我们很客观讲 这些年来 从西方来的异端是一大堆的 我们真的要按照圣经的整理来辨别 牧师刚刚你也提到 就是说操练 我们不会在实际的这个职场上面操练 但是刚刚也提到说 这个有没有这样的学校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场所 但旧约的确有啊 撒摩尔当时就有一个所谓先知的学校 先知的一个地方是他们可以去学习的 那不就是一个训练的场所吗 解释圣经啊 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 圣经记载了一些事实 但是哪些是我们 透过时空的关系要去遵守的 哪些只是当时的记载 其中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解经的一个方向 就是这件事情 在整本圣经里面 有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交代 你譬如说撒摩尔时代有讲 撒摩尔在那边监管一群 一群这些做学生的这些人 可是圣经除了那些地方记载 就没有特别的说明了 就没有特别的一些记载了 而且那个监管的内容是什么 不知道啊 没有啊 要知道撒摩尔那个时代 圣经还没有成书啊 神主动透过他的启示 让人明白 那是上帝的一个方法 在那一个处境里面 有这些安排 所以撒摩尔去监管 他是神所专门采派的仆人 今天在圣经 已经成书的一个情况之下 人所需要的真理 都已经明白的情况之下 我们没有看见在新约的时候 还有什么先知学校 保罗说他在福音工作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保罗要办的一个学房 那个是主要跟人辨别神的话语 推拿卢学房是指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既然圣经没有那么明确 前后一贯的这样教导 所以有个先知学校 先知学校里面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 先知学校的这一个设立 没有足够圣经的根据 我们刚跟牧师讨论很多 有关于先知的讨论 那我们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就是 如果今天有先知讲错预言 那怎么办呢 那这个先知 我们就把它定位为假先知吗 我们下一集来做一个讨论 我们下一集见 这次知道大家自身讨论